美国国务院首度证实说北韩士兵和俄罗斯的军队联手 他们在俄罗斯库斯科地区和乌克兰交战 那么美国的国务卿布林可能就赶快前往了布鲁塞尔 要赶在川普入主白宫之前和欧洲盟友来讨论怎么样帮助乌克兰 那么想要请教教授的是川普如果当选了 这乌克兰未来是不是岌岌可危呢 确实现在乌克兰恐怕要非常小心 谨慎地来面对接下来这四年可能迎接来的变化 因为到目前为止川普所任命的包括国安 包括了相关的刑事单位甚至是未来的国务卿 Marco Rubio都对于美国是不是要继续的延续拜登时期 大笔的军事的经费跟军事的设备援助乌克兰 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甚至是曾经表达过否定的立场 也就是说现在到川普执政的一月 开始就任的一月二十号之间 美国的拜登政府是不是还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计划 来帮助乌克兰 事实上恐怕非常现实的来说 拜登政府能够为乌克兰所做的援助 恐怕是非常的有限 现在即使美国的现任国务卿布林肯 积极地走访欧洲国家 也希望北约的盟友 在拜登总统卸任之前能够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但是形势比人强 现在最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 恐怕北约的盟友也要思考的是 未来或者是已经预见 未来的川普政府会跟拜登政府 在对乌克兰的支持上 有非常非常大的政策上的差异 在这样的差异已经可以预见的情况之下 拜登总统派出 布林肯或者是任何的政府官员 想要进一步的去游说北约 透过所谓的民主价值跟道德劝说 让大家更加进一步的 愿意在最后一刻再投注资源 到乌克兰的战场上 难度恐怕是非常高 虽然不能够完全的失去希望 可是可想而知的是 川普的团队已经展现了非常强硬的 或者非常明显的立场 现在的乌克兰 从泽伦斯基到乌克兰的民间 以及北约的所有国家 恐怕都得赶快的思考 有没有除了美国援助之外的 其他的应变措施 或者是其他的可以帮助乌克兰 继续在这场乌俄战争 维系下去的一个办法 这是布林肯造访欧洲国家 可能比提出美国能够援助乌克兰 多少更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服其他的国家 赶快的想出所谓的Plan B计划 继续的帮助乌克兰 落于不要很快的面对 所谓的情势巨大的反转 而丧失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 好 真的Plan B要赶快准备 因为还有会影响到乌克兰 未来的变局 就是德国现在面临到政治危机了 总理肖茲说开除了财政部长 红绿灯执政联盟瞬间就这样瓦解 那么原定明年9月份 要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 也说要提前到2月份了 老师要请教说 肖茲能够挺过这12月16号 对现任政府进行的这场信任投票吗 是的 目前确实肖茲面对到很大的挑战 就如同刚刚作文主播所提到的 我们上一题才在讨论乌克兰 可能面对到美国川普政府上台之后 政策的改变 其实不只是川普政策的政府可能会带来的政策改变 对乌克兰带来压力 更重要的是整个欧洲国家 整个北约组织当中的其他重要的盟国 恐怕内部都有出现不同的压力 肖茲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在德国所谓的三党联盟 在经历了多少的风雨 可能风雨飘摇之后 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没有办法做到任期的中了 而现在带领三党联盟的肖茲 很显然的在接下来12月的不信任投票案当中 非常有可能挺不过这一关 如果肖茲没有办法顺利通过 按照目前的德国的民调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德国选民 希望赶快的有新的政府 赶快进行新的选举 用新的联盟新的政府 来取代现在的三党同盟 换句话说 肖茲在德国人民的心中 恐怕他的民意支持度 已经失去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 民众的反弹 导致德国的政坛 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而现在民调领先的基民盟 领导人麦茲 非常有可能取而代之 但是我们知道 在12月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之后 下一步才会是提早的进行改选 也就是说 从现在到明年 至少2月到3月之前 德国可能会出现政坛当中 比较不稳的现象 这当然对于 急需援助的乌克兰 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代表的是 德国在接下来这几个月 大概没有办法 做出什么样的重大决定 那当然对于援助乌克兰 恐怕也现在也只能停滞不前 就算有人想要支持乌克兰 在目前德国内部政坛 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之下 不论是消资 不论是任何政党的领导人 大概重心都得放在德国境内 这是整个欧洲 目前出现的比较混乱的状况 德国只是冰山一角 而乌克兰 为什么特别的紧张 就是因为面对的美国 面对的欧洲国家 内部之间的政治不稳定 乌克兰现在 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赶快设想plan b 或者赶快的思考 究竟如何在乌俄战场上面 还可以为自己争取利益 这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而欧洲国家 什么时候才能稳定下来 恐怕也要到明年第一季之后了 这里是TVBS明明天所制播的 Pakai节目新闻幕后 我是Lulu 夏甲露 带您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快上Pakai搜寻 新闻幕后